接下来回去应该是在四月头吧 我们准备带着家人我就回北京居家隔离吧 对因为月底他们通知我月底 要开始拍摄新戏 然后我之前已经签了一个合约 就变成如果四月底我要回恒店去拍戏的话 我四月初就要带家人回北京去隔离 不然的话我们要两边分头隔离 会不会都担心都想他们可能会这样做 不会不会因为工作需要的话 我们就还是得回家 最近会不会自己都是忙着和小朋友做功课 对在家里就多做一些作业 小朋友的话的一些游戏玩耍 就尽量不让他们上街 有偶尔带他们去公园 可能晃一晃又回家了 那我觉得所有全世界吧 大家都在面对同一个问题 所以我也建议大家不要乱跑了 然后尽量的话可以居家都隔离一下 然后回来需要隔离了 也不要不听话跑来跑去了 我们都响应世界 响应政府的这个要求 这段隔离的时间会不会都努力点 试下追个儿子的 别问这次了 没空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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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